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天 耶稣在山上滚道 大家真的金针有味 都忘记时间了 这时候 耶稣的门徒对耶稣说 老师 天色不早了 我们请他们回到村庄里买东西去吧 耶稣竟然这样回来 不必了 我们请他们吃东西买 门徒们 我看看 我看看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各位观众请你们想想看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呢 这时候有位小男孩带了五块饼两条里出来 耶稣知道以后 请你们俩们 让大家分手坐下来 耶稣将饼盒一起祝福 下来将饼撇开 叫蛮徒们把饼盒分给大家吃 大家吃得好开心 好满头 大家吃完以后 蛮徒们将剩下的饼盒收集起来 竟然还能装满满满的十二奶呢 请各位观众想想看 耶稣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个体积呢 请大家再想想看 各位观众再想想看 但耶稣住上等的那一刻 是不是很像泥沙中的哪一个部分呢 要是我的话 我想让耶稣把我的洋芋片变得好多好多 把我的玩具变得好多好多 让妈妈不会再花钱了 谢谢大师阿姨 好 谢谢有人